歷史像水一般流淌 歷史上的今天 講述歷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3月5號 朋友們你好 我是江峰 波蘭地處歐洲的中部 被稱為歐洲的心臟 波蘭的西面的是德國 東面是俄羅斯 波羅的海和塔特拉山孕育著波蘭人民 這裡也是音樂詩人肖邦的故鄉 1933年的1月 希特勒上臺後 戰爭的陰雲開始密佈歐洲 希特勒開始了對波蘭的領土要求 1939年8月23日 德國外長李賓特洛夫前往蘇聯 在德國的外長到達蘇聯的當天 納粹德國和共產黨的蘇聯就簽訂了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兩個魔鬼在秘史中舉杯冷笑 砧板上的波蘭 毫不知情 條約簽訂8天之後 1939年的9月1日 希特勒閃電戰突破波蘭 標誌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9月17號 斯大林命令60萬蘇聯紅軍 越過蘇波邊境入侵波蘭 戰爭中 蘇聯俘虜了大批的波蘭軍人 其中還包括2萬多名波蘭各界的軍官、科學家、工程師 還有傳教士神父 波蘭和俄羅斯雖然都是斯拉夫民族 但是俄羅斯人信仰的是東正教 波蘭人信仰的是天主教 從中世紀後期就開始就不對勁了 不斷發生衝突 征服了歐洲的拿破崙和希特 咱們都知道 後來都停在了莫斯科城下 沒打進去嘛 可是波蘭軍隊啊 兩度殺進莫斯科 可以說兩國之間是世仇 德國和俄羅斯在歷史上與波蘭都有著 複雜的恩恩怨怨 波蘭人也許是很怕德國人 畏懼德國人 但是他們總感到 他們與西方分享著共同的宗教和社會文明 對於東方的俄羅斯 波蘭有著骨子裡的仇恨 來自波蘭元帥雷諾的一段話 後來都成為了波蘭的民燕了 他說 他說 同德國人在一起 我們有喪失自由的危險 而同蘇聯人在一起 我們會喪失靈魂 仇恨不僅在波蘭人心裡有 也存在著 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成員的這些腦瓜子裡 這一天 內務部殺人魔王貝利亞 交來了報告 打瓦里希 斯達林 看來波蘭的這批精英 是不可能對蘇聯產生好感和歸順心了 我們的同志跟他們詳細的探討了 在波蘭搞社會主義 搞蘇維埃的好處 嘿 這些波蘭的軍官 它本身就是剝削階級 他們很反對 知識分子還和我們的同志吵起來了 斯達林說話了 貝利亞同志 請把摩洛托夫同志叫來 我想我們需要一個集體決定 1940年的3月5日 斯達林、摩洛托夫等私人簽署命令 決定處決關押在戰俘營裡的 25700名波蘭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 斯達林想 我不能給未來的波蘭留下強大的社會中堅力量 就算你不願意歸順 失去民族精英的波蘭 到時候想反抗蘇聯 也需要幾十年時間重建他們的信念、思想和行動能力 歷史上的今天 蘇聯最高領導人下了決定 傻 斯莫林斯克 距離莫斯科以西360公里 蒂涅伯赫從城外流過 郊外有茂密的松樹林 這裡盛產松香聞名 斯莫林斯克附近有一個叫做 卡廷的村莊 森林環繞 幽靜清冷 1940年3月下旬 大批的蘇聯軍人進入了這個村子 並開來了挖土機 這些大型設備開始挖掘大坑和壕溝 從1940年4月4號開始到5月19號 在波蘭戰俘營當中 每天晚上都有200多人被轉移 看守點名之後 戰俘收拾行裝 大家都以為是要送他們回家了 興奮的和難友們告別 每天有200多人被送走 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在卡廷 每天晚上都有十幾輛的軍車到來 把戰俘送到森林裡 他們每次下來一個人 被兩個蘇聯軍人架著走進一個小屋子 裡面坐著的蘇聯軍官 詢問他們的姓名 另一名軍官從後面掏出德制7.65毫米瓦爾特PPK手槍 頂住後頸部開槍 死尸會從後門順著一個斜面滑到外面停著的一輛卡車上 士兵們會走進來開水沖洗 屋子裡飛濺了整個牆面和地面的血水和腦漿 還沒有沖乾淨呢 另一名戰俘又會被帶進來 又是一整低雅的槍響 1940年4月到5月 共有近2萬2千名波蘭軍官知識分子 在卡廷和其他幾個地方被蘇聯紅軍殺害 墳墓被徹底的抹平了 鋪上了小松樹 屍體是一層疊著一層 挖開之後 你們會發現他們穿著冬天的衣服 屍骨之間夾雜著波蘭上流社會才有的皮毛大衣 和典型的波蘭軍官的帽子 魔鬼的交易都是以利益為基礎的 利益是最靠不住的東西 共產黨蘇聯和納粹德國瓜分了波蘭 但是希特勒並沒有停止腳步 在1941年的6月22日 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閃擊戰 德國不僅佔領了整個波蘭 也佔領了蘇聯的大片領土 1943年4月 納粹工兵師強迫羅馬尼亞勞工在卡廷附近修工路 勞工的鏟子一下去發現了異樣 後來集體埋葬坑 也俗稱萬人坑被發現了 他們都是波蘭軍官的屍體 熟悉西方人心態的納粹宣傳部長戈貝爾 他就知道同盟國 美國、英國 同盟國的老百姓一旦了解真相 會去阻止他們的政府向蘇聯提供戰爭的援助 這個發現可以很好的去離間蘇聯與西方的關係 於是開動柏林電臺向全世界廣播 德國人在卡廷森林的發現 卡廷慘安這麼一暴露 面對這個指責 蘇聯政府堅決予以否認 反而宣稱 誰殺的 德軍幹的 這些波蘭戰俘的斯莫林斯克正在從事建設工作呢 德軍把他們給殺了 1943年下半年 德軍敗退 蘇聯紅軍重新佔領了斯莫林斯克 並控制了卡廷地區 當時內務部立刻宣佈成立特別委員會著手 對屠殺事件進行調查 那當然了 蘇聯的調查結果是什麼 所有的戰俘都是 1941年9月是德軍佔領卡廷以後被殺害的 所以這是德國納粹犯下的罪行 我們都知道二戰德國輸了 由於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了種族滅絕 國際社會就失去了德國的信任 所以卡廷慘案的真相就被蘇聯成功地掩蓋起來了 波蘭人清楚啊 但是二戰結束之後 蘇聯波蘭共產黨國家又成立了華沙條約組織 來對抗自由世界的北約組織 所以波蘭又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波蘭談論卡廷屠殺被視為禁忌 就這些死去的波蘭戰俘的孩子 他們去申請大學的時候在申請表上都不能夠填 說自己的父親是1940年4月去世的 只能說是1941年9月以後去世的才能被錄取 如果妻子在墓碑上刻著王夫的死亡日期是1940年4月 墓碑馬上就被砸毀 妻子還會被抓去坐牢 唯物主義者相信 只要沒有了歷史教科書 沒有了墓碑 沒有了人們的懷念 大屠殺就不會存在了 雖然波蘭的共產黨領導沉默不語呀 但是波蘭民間要求調查真相的呼聲 從來沒有停止過 卡廷上空 英魂不散 前蘇聯克格勃頭部多次請求 說讓自己的蘇共領導人 銷毀呀 那個卡廷屠殺檔案留不得 神奇的是什麼 有一種神秘力量阻止了這種行徑 誰都說不清楚啊 你說為什麼善於顛倒歷史 銷毀歷史的蘇聯共產黨 沒有把這批檔案銷毀呢 無神論者是不相信冥冥之中的天意的 不相信道德和良心的力量的 但是那些賭信天主教的波蘭社會的那數萬精英 那些數萬死難者 他們相信 他們走進那個充滿血腥的小屋子裡的時候 他們預感到自己死亡臨近的時候 不約而同的有著同一個動作 親吻自己胸前的十字架 1991年12月23日 還有兩天就是聖誕節了 蘇聯解體的日子 戈爾巴喬夫開始移交總統權力 他同葉里清總統辦公室的主任一起 開啟了總統秘密檔案第一卷的封印 戈爾巴喬夫後來回憶說 我們的頭髮都竖起來了 他說我們無權向波蘭隱瞞事實 無論後果如何也要向波蘭方面通報 1992年的10月 擺脫共產集權後的民選波蘭總統瓦文薩親手 接過了秘密檔案的副本 他聲音嘶啞 無法說話 面對50年前冷冰冰的檔案 瓦文薩依然說他感到全身顫抖 波蘭無論斯大林和他的共產主義追隨者 多麼殘酷和迫切地要摧毀他的民族意志 波蘭因為他的信仰和基督文化的傳統 成為後來東歐巨變 擺脫社會主義枷鎖的最早的國家 而那些被迫更改父親遇難日的那些孩子們 如今成長為清算共產黨最堅決的新的一代民族精英 歷史上的今天 卡廷慘案 罪惡無論掩埋多深多久 真相終將大白天下